各位戰友大家好 我是戰國導遊岳翔兵長 歡迎來到岳翔的戰國淺度旅行 上週我們聊了十天三成的形象演變史 今天來談談他的左右手 島左鏡的傳說吧 為什麼戰國無雙 設定島左鏡是武田信玄的弟子 甚至還可以說他是第二代的對馬戰鬼 還有島左鏡其實還跟妖怪有關係 讓岳翔兵長為你來介紹島左鏡的生平 島左鏡別名為鬼左鏡 它的本名有好幾種說法 有島聖猛、島青星、島友之、島青之等各種紀錄 早期的信長之野望是用島聖猛 後來才改成用島青星 為什麼信長之野望的武將名字會變更呢? 因為島左鏡的當代紀錄實在太少了 許多傳說都是江戶時代的軍紀物 日本的舊陸軍參謀總部 引用的是島聖猛的紀錄 所以在二戰之後 一直都以為島左鏡的本名是島聖猛 但是島左鏡的家族 還有島左鏡的岳父 跟奈良有一間世界遺產等級的寺廟 關係密切 那就是有著佛教第一美少年 阿修羅相的辛福寺 言歸正傳 《辛福寺多文院院主》 撰寫的第一首當代史料 《多文院日記》 記載了島左鏡的名字為島青星 另外還發現了島左鏡捐給春日大社的石燈籠 上面也是刻著島左鏡青星 所以現在通常都把島左鏡證明為島青星 島左鏡確切的生年不詳 軍紀物說他在61歲的時候戰死 如果按照這個設定的話 他比石田三成大20歲 比德川家康大2歲 關於他的出生背景 目前以大和國的國人說最有利 兵長在查資料的時候 看到一個可信度很低 但是很有趣的說法 江戶時代的古今武家聖衰記 說他是對馬島的名門 中式的旁流 他為了一展報復來到京都 後來出世了大和國的同景家 而且島左鏡力大無窮 據說這跟對馬島的妖怪有關係 傳說對馬島的南邊 有一條阿虛川是妖怪河童的棲息地 某天一塊大石頭突然從山上掉下來 堵住了河童的通道 入境此地的島左鏡 看到這些愁眉苦臉的河童 決定見義勇為 幫河童把大石頭給搬開 河童們為了感謝島左鏡 把妖怪的怪力分給島左鏡 等等 妖怪的怪力 如果河童有這種怪力的話 為什麼沒辦法自己搬開石頭呢? 另外 當地稱彼岸花為佐鏡花 據說是為了紀念島左鏡 所以搞不好我們可以說 島左鏡是第二代對馬戰鬼也可以喔 不過 島左鏡的對馬出身說 其實沒有什麼根據 當作野史聽聽就好 另外 島左鏡還有一個傳說 曾經被遊戲戰國無雙給引用過 根據江戶時代的天原實際記載 島左鏡在西元1569年出世武田信玄 被編制在赤背的三線蒼井麗下 據說他曾經在戴田跟德川家康打過一仗 戰國無雙二的劇情則調整時間 調到三年之後 武田信玄打爆德川家康的三方圓之戰 但是根據考證 這時候島左鏡還是大和國同景家的家成 所以島左鏡去武田遊學 成為武田信玄的弟子 這種說法應該是川鑿附會的虛構 言歸正傳 比起武田信玄 其實島左鏡跟松永九秀 封城秀吉的關係更密切 島左鏡的家族代代侍奉童景家 但是童景家的家都在28歲過世 有年僅3歲的童景順慶擔任家都 家中的實權則交由眾成們來掌握 所以才有島左鏡跟松昌右鏡 合稱為童景家的左右鏡這種說法 當時童景家跟松永九秀 為了爭奪大和國打得不可開交 島左鏡的莊景城 正對松永九秀的信貴三成 可以說是戰線第一排 島左鏡跟松永九秀 兩個人戰了十多年 一直到枝田信長出兵滅了松永九秀 松永九秀抱著平蜘蛛府自爆才結束 等等 關於松永九秀抱著平蜘蛛府自爆的說法 最早來自江戶初期的 角川泰格紀 裡面敘述 平蜘蛛府被鐵炮的火藥給炸碎了 後來又加油添醋 變成松永九秀帶著平蜘蛛府自爆 而前面提到的大和國最強日記 多文苑日記 只有說松永九秀放火燒成並且切副自殺 所以去年的大和劇《麒麟將至》 是拍松永九秀切副自殺而不是自爆 松永九秀切副之後 島左鏡跟他的祖君 銅景順慶本來應該可以高枕無憂了 但是命運弄人 後來又發生了《本能四之變》還有《三奇之戰》 銅景家雖然壓對寶 放棄光秀選擇臣服秀吉 但是秀吉意外的很會罵人 某一次秀吉大罵銅景順慶之後 銅景順慶就過世了 年僅36歲 有可能是壓力太大引起胃潰瘍 島左鏡跟銅景家的新任家都不對盤 最後決定出奔成為浪人 講到島左鏡 最有名的俗宴是 山城有兩個寶物 島左鏡跟左河山城 18世紀的長山祭壇記載 山城在受封左河山之前 曾經受封浸江水口四萬旦領地 他拿出一半的俸禄來招聘島左鏡 後來石田山城被轉封到左河山的時候 本來想幫島左鏡增加領地 島左鏡很豪爽地說 我的領地已經夠用了 把這些領地封給其他家層吧 天底下既然有拒絕加薪的員工 台灣的灌老闆們一定很愛這一位吧 但是這個傳說應該是江戶時代 為了要彰顯武士道 所以穿著附會編造的傳說 因為秀吉並沒有把水口城封給石田山城 而是封給了中春儀式 講到中春儀式 他在這個月底發售的戰國無雙五代 會變成無雙武將 這件事其實真的跌破了兵長的眼鏡 不知道他的劇情 會不會埋未來跟十田山城 還有島左鏡的伏筆呢 而且從時間點來看 島左鏡這時候還在跟 童錦家新任家都吵架 綜合了相關史料 島左鏡離開童錦家之後 應該短暫的出世過蒲生式鄉 後來大概是在山城 受封左河山的時候出世山城 島左鏡成為十田山城的部下之後 他曾經跟著十田山城 一起到九州的明戶屋 處理攻打朝鮮的相關事宜 後來才會衍生出 島左鏡出生對馬的這種說法 講到島左鏡的奮戰 除了官員之戰主戰場之外 還有一場航賴船之戰 這個戰爭也有收錄在 《戰國無雙2》的島左鏡劇情 其實這一場戰爭很有意思 因為以十田山城為首的西軍 一開始並不是要在官員開戰 西軍的第一條防線 原本是設定在齊富城跟大元城之間 但是齊富城很快就被東軍的先鋒部隊攻破 德川家康聽到消息之後 立刻率領大軍前來牽制大元城 導致西軍士氣開始低落 島左鏡決定先取下一勝 先穩住西軍的士氣再說 他先設下伏兵之後 率領著軍隊騷擾東軍 再假裝撤退 東軍的部隊急著要立功 渡河追擊的時候 被島左鏡回馬槍給反殺 這個東軍的部隊是誰呢? 就是剛剛所說的中村一世的軍隊 但是中村一世在兩個月前突然過世了 這麼說來未來的戰國無雙 會不會有島左鏡暗殺中村一世的劇情呢? 中村一世過世之後 由他的弟弟來領軍 可能是他弟弟想要趕快在家康面前立功 才會中了島左鏡的誘敵之計 被島左鏡的伏兵 還有戰國時代的天主教武將 明石全燈的部隊給夾殺 在邢田市的官員核戰土屏風中 有繪製島左鏡追殺敵人的模樣 但是這場戰爭的規模不大 頂多只能說是一場前哨戰 島左鏡打完航賴船之戰後 率領軍隊前往官員佈陣 那個時候是十月 而且當天晚上還下著大雨 大概在半夜一點左右紮營 隔天早上八點開戰 真的是很超 明明島左鏡軍連戰兩天還缺乏休息 但是在官員之戰 島左鏡的軍隊還是跟戰鬼一樣 大殺黑田軍 島左鏡的軍力大概是一千人左右 黑田軍大概是五千四百人 根據長山祭壇的記載 島左鏡左手持槍 右手拿著指揮軍隊的彩配突擊 竟然能夠以一打五 把黑田軍打得節節敗退 黑田長政看狀況不妙 命人帶著鐵砲兵到高處去狙擊島左鏡 一顆子彈不偏不倚的打中了島左鏡的肩膀 黑田軍才能趁機重新穩住正腳 江戶時代的軍機物 有的說島左鏡陣亡 有的說島左鏡被帶回陣地接受治療 後來黑田家有個故事 描述島左鏡的勇猛 官員之戰後 黑田的家臣們談論戰局 他們說島左鏡像是鬼神一般的奮戰模樣 至今仍然歷歷在目 但是每個人口中的島左鏡模樣都不一樣 有人說島左鏡的頭盔沒有虧視 有人說島左鏡穿黑色盔甲 就連島左鏡穿的羽織顏色都不同 島左鏡有個部下在官員之戰後出示黑田軍 根據他的說法 島左鏡當天頭戴三尺高的紅色天衝潛力頭盔 穿著筒皮側鎧甲 披上一件淺黃色的鎮羽織 黑田家每個人的描述都不完全正確 黑田的武士感慨說 當時戰況激烈 根本沒有辦法分神去看島左鏡的模樣 如果不是鐵砲兵從旁邊開槍的話 我們早就變成島左鏡的槍下亡魂了 今天哪有機會在這邊喝酒講鼓呢 軍機物只有提到島左鏡把黑田軍壓著打 接下來就直接跳到戰後了 所以關於島左鏡的最終決戰 成為小說還有戲劇自由創作的空間 雖然說電影版的官員之戰 改編至司馬遼太郎的同名小說 但是電影跟小說有好幾個劇情不同 例如小說版的官員之戰 是島左鏡拼死奮戰 掩護三層撤退 電影版的官員之戰 則是改成島左鏡軍的大爆炸 還有島左鏡的兒子島姓勝 小說是採用了江戶時代的軍紀物資料 描述島姓勝斬殺了藤堂軍的武將之後 反而被藤堂軍反殺 電影則是島姓勝去死劍小早川秀丘 最後被柳生家派出的劍客給滅口 講到柳生家 島左鏡跟柳生都是大和國的國人 兩家的關係密切 例如島左鏡的小女兒 後來嫁給了柳生石州災的孫子柳生冰庫柱 如果有看浪人劍客的戰友 應該會對這個名字感到熟悉吧 在浪人劍客第九集 拆除武藏不喜歡泡澡 還有被柳生石州災認定是天下無雙的人 就是柳生冰庫柱 關於島左鏡 通常認為他在官員之戰壯烈犧牲 不過日本全國各地都有島左鏡生存說 遠從東北地區的岩守縣 中部地區的靖岡縣、京都府 甚至連對馬島都有相關的傳說 例如在京都的本利寺 也有島左鏡的墓 兵長在京都留學的時候 曾經帶著一罐清酒去釣葉島左鏡 關於島左鏡的奮戰 每年的10月在官員都會舉辦官員核戰祭 兵長前一陣子也有做影片介紹 有興趣的戰友記得點來看看吧